国定古迹嘉义城隍庙迎接2024年贾城金龙年 推出新年开运吉祥祥龙县瑞招财钱母吊事 庙方表示农历过年初三初四上午会各赠送1500个跟信众结缘 另外限量制作100个块木制的钱母放大版捐3000元即可获得 有医师当场认购30个 也表示承蒙城隍爷保佑走过生命幽谷 嘉义城隍庙董事长赖永川表示 龙具有权利尊贵象征 是信仰文化区籍避凶招财敬宝的吉祥神兽 设计的招财钱母外形以古钱龙银概念为主题 正面是祥龙献瑞象征富贵福气一整年 除了过年期间发送点财神灯也会赠送 活动开场邀请民族国小富社幼儿园中班幼童 来穿戴特制的银神庙服帽子 手拿特制道具跳演七爷八爷 城隍爷迎神赛会 演出也获得热烈掌声 信赖眼科院长赖利如表示 他遭遇人生困境 承蒙城隍爷保佑平安走过生命幽谷 也预定了30个放大版钱母要送亲友 庙方提醒领取钱母的信众 要到五路财神殿拜拜过香炉祈福许愿 随身攜带 另外城隍庙将在27日来举办与神同行 公营路跑活动报名截止 近日也接获询问没参加路跑 能否取得限量888元的开运所财金龙牌收藏 决定也与民众结缘 在2月1日起可以到春华庙柜台带回家 以上新闻由郑胜记者侯佩宇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